本投片为关于透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透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追杀爱娃杰西卡确士坛 变身超强顶尖女杀手 任务突锤出差错 还是有人眼红设计陷害 来自克林法洛 紧追不舍的终极追杀力 一起来看看两强对撞 到底会插出什么火花呢 自从可乐娜开始肆虐后 变得是物以稀为贵 来自好莱坞 顶尖女杀手 叠爆杀手动作片 追杀爱娃卡斯 还有几个相当不错的大咖 看起来是一个还不错的组合 看到了电影开始 地点先是来到了巴黎 杰西卡确士坛 饰演艾娃开着一辆车 趁着空档插下孔 整体打扮一下 接着准备前往巴黎 勒布尔勒机场接人 然后来到机场之后 艾娃要接人 是由伊恩葛鲁佛 饰演的彼得 而看到艾娃长得漂亮 彼得马上就心痒痒的 只是艾娃来者不散 并不是单纯来接彼得 而且还要送他上西天 所以车子停在一处 平衡郊区后 彼得要倒大霉了 不知道大家对于开场就要被挂掉彼得 有感觉到好像很眼熟吗 其实这位大家一定会知道的 电影台常在一波 早在2005年惊奇四超人里面 就这位整个可以延伸超弹性的惊奇先生 而虽然伊恩葛鲁佛 一直都还有参与一些作品演出 不过好像就都没有太轰动 甚至在这部里面早早要被解决掉 可惜咯 看到艾娃假装对他有兴趣来吸引彼得 然而事实上彼得是艾娃这次要处理掉的目标 另外父亲也不止他们两个在这边 从机场接到彼得后 就有一个人骑着机车在跟踪 包括他们两个在设施上的谈话也被监听 一直监听到艾娃挂掉了彼得 这其中更代表了有许多不寻常的问题在里面 开场是以挂掉了彼得来作为序幕 然后再以一段剪辑了艾娃的各种资料影像 来带过艾娃的过往 包括出身旧血还有女性食 喝酒毒品等闯过的一些货 然后中间还有一段跑去同学区 但又因为一些问题离开了部队之后 后来才在约翰马克围棋 饰演杜克的招募之下 加入了目前这个神秘的杀手组织 只不过艾娃本身似乎有些问题 以处理彼得的过程为例 艾娃会询问对方 是不是知道为什么有人要追杀他 然后再挂掉彼得之后 回报的通话中 杜克也察觉到艾娃的心情有点不耐 而接着看到艾娃回到波士顿老家处理一些事情 原来老爸最近过世 老妈一心脏病一些问题住院 艾娃其实已经身影了八年没有回老家 当然也都没有跟亲友 脱落她是一个杀手 而在波士顿短暂停留之后 接着任务又来了 这一次是要飞到沙地阿拉伯的利亚德 要去暗杀一名军官 并布置成自然死亡 但是这次却出了一个大包 倒大没了 很少看到那么贴心的预告 几乎把这部片所有终点都画好了 不过正面九十几分钟 还是很多有意思的细节啦 看到艾娃在利亚德出包的任务 是上面给的资料有些错误而搞杂说导致 并不是因为艾娃能力不足的关系 所以看到在挂掉目标的过程中 这么不光 护卫人员就开始冲进来 群众受到影响 为求自保 艾娃便开始大开杀戒 杀出一条生路 并想办法离开事发现场 而这些状况也开始牵动 后续剧情的发展 艾娃跑去找杜克报告 杜克知道虽然艾娃本身有一些问题 但也是知道 这次任务不完全是她的问题 只是另一边由克林法洛 饰演的赛门就不这么想 原来前面鉴定艾娃执行任务的 就是赛门这边的人 因为发现艾娃会跟任务目标聊天交谈 认为艾娃不是任不够专业 所以也开始了后续善后的动作 不仅是在杀手执行任务方面 看到一连串艾娃快乐人准精彩动作镜头的部分 其实这部片另外的重点有相当大的一块 是在铺陈架构了艾娃女杀手的心路历程 杀手的良心 以及在背负经历过各种磨难后 还是要回来面对多年前不告而别的过往 而总统这些其实都很难跟外人倾诉 杀手工作方面看得出爱人保留了良善与争议感 所以才往往会在下午前询问目标 试图了解为什么有人非得要置对方于实地 是不是目标真的那么该死 当然这里就犯了杀手这行的大计 最直接的原因如果一个杀手会自己衡量 没办法百分百绝对服从命令 那相对的就变成无法控制的不确定因子 其实组织也是很难容忍这样的一个状况 跟艾瓦一样 塞门本来也是由杜克训练招募的 但看到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有相当大的可能大概会死在沙堂上 塞门因为野心更大更能孤勤 所以在组织的地位慢慢追上了杜克 也是因为艾瓦的不确定因素 导致了塞门把目标对准了艾瓦 包括利亚的任务是塞门设计 本来希望透过任务出错 导致艾瓦在那边被挂掉 不过总是事与愿违拉 就像杜克说过他是最强的杀手 艾瓦安全帝回到了波斯顿 杜克又帮他说情 所以塞门接下来是绕过杜克下令 另外安排了其他的杀手又来处理掉艾瓦 但人家是女主角诶 哪有那么容易被你处理掉的啦 看到塞门派出了杀手 反而就被艾瓦给挂掉了 在遭遇到杀手跟随在后想要暗杀艾瓦 但反而是被艾瓦用一剂给挂掉之后 艾瓦第一个怀疑的 当然就是他的导师 认为跟他情中妇女的杜克可能出卖了他 所以带着枪跑去找杜克对职 而杜克则只能继续说服 不是他也不是公司 想一些理由来暂时安抚了艾瓦 但事实上这时候杜克心里面已经有数 这件事已经塞门那边做的决定 然后一方面需要提防 在有人跑来暗杀他之外 另一方面在老爸过世之后 艾瓦开始想要做一些事情 来挽回跟亲人的关系 只不过很多事情无法说出口 像当初抓到老爸外遇 但老爸反过来误陷他 老妈选择相信老爸艾瓦一息之下离家出走 而反复如指 饰演的麦克是艾瓦的前卫问夫 不过麦克现在是跟老妹出力在一起 所以导致即使艾瓦对麦克还是有感觉 但只能对麦克保持距离表现出不在意的样子 在经济的任务失败 遭受到敌方的团团包围 自己的组织又派出了杀手要来暗杀他 里面过程有不少精彩的枪杖肉搏动作打斗 但剧情也花了更多的时间在解析艾瓦 就算是里面艾瓦戒酒的过程 经济即使挫败 不顺情即使想要喝酒又忍住 这并不是一个风光光光潇洒的女杀手 杰西卡 崔斯坦诠释着冷户美艳的外表之下 其实是一颗脆弱一岁二七也极需要被人关心 只不过因为环境情势索逼 艾瓦不但不能松懈还更需要更坚强面对 包括安慰老妹 调节老妹跟麦克之间的相处 也因为麦克欠下大笔毒债 艾瓦必须要深入赌场交涉 又是帮忙还在的 然而不止于如此 后续还有更糟糕的事情 一次没有暗杀成功 塞门仍没有放弃要来解决掉艾瓦 追上艾瓦导演是泰德泰勒 2011年的姐妹就曾经跟杰西卡崔斯坦合作过 在这边更可说是五母病重 表现得可圈可点 女杀手角色不但是要接受武打训练的磨练 在电影里面表现各式各样高难度的肉搏动作战 更也是要诠释一个有血有肉放不下过往 看到了不但后来跟老妈聊开的心结 在知道老妹怀孕之后 也全新祝福打下了跟迈克复合落跑的念头 而相对克里法洛表现的机会偏少了一点 但也蛮有趣的对比 身为一个杀手主管 背后是美满完整的幸福一家人 有老婆两个女儿 还有一个刚出生的小贝比 看到了反差 即使塞门冷酷乎情不念旧情 但也还是相当保护他的家人 杜克几次会面都是跑来塞门的家 也在塞门下令猎杀爱娃 杜克跟塞门闹翻 也导致在这边杜克被塞门沉入湖里挂掉 接下来塞门又直接上门来亲自对付艾娃 而下一段预告之后 将来介绍最后的结局 如果还没有看过电 或想保护一点神秘感人 建议看到这里 就好咯 终于是满到的情绪无法忍受零界点 在经历过种种的事件 后来又得知杜克挂掉了 艾娃终数忍不住清空了命力吧所有的酒 也打破这段时间的戒酒成果痛快喝个大罪 嗯 好像跟大家对杀手一般印象不太一样 这些倒是被挂掉 我是应该加长准备要去报仇啦 或至少要想办法来防守敌人再杀过来之类的 喝个大罪应该是最无济于次的做法吧 然而剧情也是要反映艾娃过去的行为模式 看到了过去的资料中可以知道 每次在遇到困难逆境时多次都是以喝醉的麻痹 这点更是加强表现出艾娃人性脆弱的部分 不过终究是遇强折强 在遇到危险时艾娃杀手本人还是能够快速调整状态 赛门亲自一个人来到饭店艾娃房间要来暗杀她 即使面对宿罪的艾娃 其实并没占到任何一点便宜两个人打到平手 之后在赛门撤退时更是遭遇到了艾娃马上追过来将她给挂掉了 总结来说由坚强幕后团队打造血脉崩脏的打斗 有身材美艳让人喷皮鞋的女杀手 一系列刺激的任务行动有惨遭背叛暗杀的 提供了大家相当不错影音视听的娱乐效果 而虽然这部追赛艾娃是一部叠爆动作片 但占了不少比重的文艺系桥段 或许也会让有些喜欢中口味的朋友觉得不太过瘾 然后前面有说过的一个小问题 就是预告几乎是揭露所有剧情的重点了 几场任务行动遭到暗杀赛门与杜克打斗 甚至最后赛门撤退遭到艾娃追击全动了 这样也让观众观赏时就觉得没有惊奇感了 另外也是比较小可惜的 剧情没有以艾娃执行过的案件来扯出更大的阴谋 或许会是想拿来当续集的材料吧 结局多少看出来有放了一些伏笔梗 包括最后面艾娃给了老妹老妈她们一批钱 要她们离开美国去避风头 自己有心理准备要面对后面逃亡的生活了 而赛门大人员也是赛门手下的帮手 更是跟踪尾垂在艾娃后面应该是想要报仇 想必后续更会是另一番的秦鸿邪鱼 如果会有续集的话 故事剧情的精彩程度 得不认为应该会是更胜于本片第一集的劲爆 好了以上大概就分享到这里 看过的朋友有喜欢这部追杀爱娃吗 欢迎在底下留言大家一起来讨论点啰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点啰 那就先这样啰 BYE